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0年8月16号星期日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DCEP的发展过程 就是最近一个星期我们看到 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DCEP的方向命运的资讯 我们就是讲的是一种对普通老百姓的一种科普或者宣传 我们看到抖音上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非常多 然后也有一些专家的讲解或者解读 然后呢也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 尤其是俄罗斯和这个美国他都进行的报道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节奏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截止到昨天啊 我们看到这个商务部的那份就说是一个宣传品吧 这个把节奏带了个小高潮 结果呢啊 从昨晚上开始就开始救人泼凉水了啊 泼凉水了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是金融时报就进行辟谣啊 就说我们现在试点呢 还是四加一啊 还是那四个城市 并没有扩大到那个商务部说的那26个城市 哎 然后呢 这个新华社今天早晨啊 新华社是中国第一大通讯社是吧 那是官方的不能再官方了 他正式的啊 他也没说日期就引用了啊 这个央行行长易刚以前说过的话啊 怎么说的呢 就是数字人民币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 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优选 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 也可以采取现有电子支出基础上演变出了的新技术 哎这个话是不是漠冷两可 你用就是用了 没用就是没用了 有的地方用了 或者有的地方没用了 你讲这个干嘛 啊 但是他为什么要炒冷饭呢 或者说是老调重弹呢 说现在呢 关于dcp呢 就官方出现了两种声音是吧 首先商务部说的 哎我们要在这四个地区啊 扩要试点 而且就把名单的列出来 列了26个还是28个城市 啊 这是商务部 对吧 但是我在当天就跟大家说过 这没商务部啥事啊 央行数字货币本来就是央行的事啊 干不着你商务部的事 你商务部的归工作规划中涉及到dcp了 哎你可以提一提 但是这并不是由你去安排 更不是由你去宣传的 如果啊 你确实这个工作必须跟这个dcp扯不清楚 那你首先得跟央行沟通 哎 沟通一致了两个部 因为央行也是个部级单位 商务部也是个部级单位 他们两个谁也管不着谁 对不对 那你两个好勾兑好了啊 可以共同发生了 发个联合文件 对不对 就像九字一样 那涉及到八个部委或者七个部委 大家一块发 你这个商务部门商务部里自说自话 把这个老百姓的热情点这么高 那么自然而然的央行就坐不住了 因为那个首先出来辟谣的金融时报呢 就是人民银行直属的一个报纸 知道吧 这还没完啊 进一步就把新华社搬出来了 从技术上告诉你这个啥意思呢 就是你首先别别以为我们扩大了啊 另外一个也别把它跟七块链扯得太紧 我们这个有的地方有区块链了 有地方没有啊 那个别误会 好 怎么去认识这种事情啊 他究竟在说什么啊 他究竟想说什么 究竟想掩盖什么 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说 那好 一个说我们还是那四加一 一个说已经到二十六了 事实上是如何呢 事实上是如何呢 啊 我们呢 我本人是没有接触到 呃 因为我们不 绝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一样啊 我们不属于这个试点地区的是吧 就算试点地区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是吧 你不信问一下成都的 问一下苏州的 问一下这个雄安的或者深圳的 哎 你们那个dcp咱能试了吗 怎么样 不知道啊 是吧 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这呢 各个商业银行确实是在测试 而且啊 我们看到这个于老板啊 甚深都反映 确实这个测试呢 已经超过这四加一个城市了啊 在别的城市也有测试 但是呢 他不是所有的各行各业 哎 集中在 工能中建四大银行这个范围之内 不在实际上啊 真实的情况呢 他是已经 他的试点已经超过了这些城市 但是试点呢 也不是大水面罐子全部铺开的啊 还是分行业的 甚至有些行业说是要试 还没有结果呢 比如说曾经说的苏州相城区 用数字货币发交通补贴 这都喊了几个月了 发了没有 好像还没有发下去 对吧 感觉是不是挺乱的 啊 也就是说不管是央行这个放出来的风 也不是实际情况 商务部 创的调子 也不是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确确实实就在试点啊 怎么看到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啊 不要被这个媒体带节奏啊 也许他们出于自己的宣传口径的考虑啊 也许他们沟通不畅 也许确实有些事情他就不告诉你啊 他就不告诉老百姓 这个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 老百姓应该习惯了啊 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不太正常了吗 但他确确实实实在试点 这个大家是没有啥怀疑的啊 至于节奏呢 他也不想大家把大家胃口掉这么高啊 就针对前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就宣传DCEP 都让人感觉呼吸出了 但是这个上面呢 不想让你哎呀 对这事啊太热情啊 因为他想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悄的就来到 为啥呢 因为 因为啊 尽管他想保持低调啊 老百姓对此也不了解 他也不想让老百姓了解 哎 但是这事已经引起了 我们打天朝的对手啊 和敌人的警觉和重视了 对吧 我们看到对他的认知啊 你看尔博士这几天视频上都有啊 那外电你想都是很高级别的啊 什么华尔街日报彭博社 这是美国就是上流社会的啊 财经界专业人士干的报纸啊 已经把你的本质点出来了 俄罗斯也讲了啊 那调子都是一样的 就说那个中国推出央行人们数字货币 那俄罗斯怎么说 说你是这种自我防御啊 你是就是想摆脱美元霸权的束缚啊 这是俄罗斯在那第三旁观者的角度上讲的 对手方美国人早都知道你要干这个 在这干这个他没招啊 他也在琢磨自己的数字美元呢 但是他推出了那个对大家就在不同的战场上就不属于这种像现在我们在美元体系之下的这种属于什么样的竞争或者战争呢啊 就属于一种辟死无疑的找死型的战争啊 如果你不推出央行数字人民币的话 你想在现有的金融世界这个经济格局金融金融秩序下哎呀你能活着就很好你想活得更好 哎那就难度很高啊 美国会卡你脖子的你想跳出美国的毛毛爪那基本上就是找死啊 这个是不用多讲是吧 我们孙子兵法主讲过这个战啊啊战争的战啊 胜者是先求胜后求战啊 败者先求败后求战是吧 不存在这个战打着打着就能打胜的不对 你首先一个战略思考 你在什么样的战场上 有什么样的姿态 用什么样的武器 用什么样的人员去开战 你盘算来盘算去 他说你像印度阿三一样 你各方面不占优势是吧 我们首先讲那个打仗嘛 你的战的有利地形 中国人在山上 他在山顶 他要放山顶上的中国人发起挑战 你这不就是找死吗 我们中国人是不干这么傻事的 所以我们就开辟新的战场啊 也就是昨天讲那个意思 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突围 有的人要抬杠 哎呀这个赛车上就是万道操车 万道操车是唯一的机会 请问你那种机会对你的取胜的概率有多大啊 那是对一流挑战手 你你要挑战你要取胜 你的技术啊 必须要比你的对手要强大很多 你才有取胜的机会 目前这个社会经济秩序啊 你就在原油的战场上还想挑战 那不就跟阿三挑战我们人民解放军一样吗 是不是 所以说啊 大家可以感觉到啊 这个有时候你觉得欲盖泥彰也好 越描越黑也好 总而言之这个事呢 就其实他就是在试点啊 但是节奏呢 他也不告诉你 计划呢 有时候告诉你 哎到冬奥会 哎呀大家耐心等啊 一年两年三年 冬奥会就出来了 有的时候哎呀 忽之欲出了忽之欲出了 也许一夜之间就出来了 这两种说话啊 都不对 都不靠谱啊 还不如饶博士讲的靠谱 你要是估摸他的节奏 你要知道他想干嘛 对他干嘛 他核心的动机就是在一个新的维度 在西方链时代找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啊 那么昨天呃有些小的媒体 小众的媒体啊 比较专业的报道过啊 是前天啊 就是8月14号人民银行呢 发了一个报告叫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么一个报告啊 讲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其中有些数据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说中国对外贸易居然有70%都已经采用人民币结算了 啊 以前都是完全用美元结算 现在有部分啊 部分的还有有些就是分国别或者分这个生意种类 比方说跟俄罗斯吧 大家谈好了啊 我们以后就用人民币了 跟澳大利呢 澳大利亚这种美国的跟辟筹呢 他是按照不同的生意的啊 就以最近不是有批铁矿石采购 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采购大户 而澳大利亚又是他这个铁矿世界头号的什么 毕合毕拓呀 利拓呀都在澳大利亚 那是他的支柱产业 哎 他就是单一的大主顾 哎 他又不能得罪 是吧 因为中国已经给他上过眼药了 牛肉我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你不是要跟美国吗 我收拾你两下打两拳 老实了 现在这个铁矿石 他可能啊 他不卖给中国也没人买 那他就死掉了 他在卖卖了 行 大家谈谈 我们别用美元 用人民币 是吧 在这个结果中 中国的人民币自己用人民币已经 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 已经做到了 7%啊 跟我们目前应该打的水平是不相称的 因为中国是 GDP呢 在世界排第2 对外贸易额呢 好像是排第2T3 那么这样说呢 你的人民币呢 在全世界的使用的 也是市场份额应该占到34%这么个 但实际上现在人民币占到5% 不是 人民币占到第5啊 排到老五了 但是老五你占的市场份额很小 在百分之十几在全世界 知道吗 这个美元是伪美法相提供的 美元是绝对的占优势啊 那我们不用太被这些啊媒体甚至就算是官方媒体的一些指言片语带了节奏啊调动自己的心情反正你这个底线思维你说一千到一半吹得在牛逼没开就是没开对吧 没下就没下得了 咱们不去纠结了 反正这个东西迟早回来就完了啊 不要一惊一乍的啊 这个媒体忽悠人 这个各国都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他媒体他是干宣传的 他不是需要告诉你真相的 他也没有那个义务告诉你 而且他本身对外宣传就需要制造假象 制造烟雾啊 而且呢我们国家特色是对老百姓他不会全部告诉你的啊 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啊 也不要提这种要求 好吧 毕竟人家也没有责任 没有义务告诉你啊 到时候水到渠成了啊 到了就到了 来了就来了啊 没来的时候是也不着急啊 就这种心态是吧 直到他必然会来就完 有一个我看群里面还有人问的属于比较经典的哎 那种不好回答的问题啊 但是实际上不是问题的问题 比方说有的是问题 那啥时候开网 谁也回答不了 有的问题呢 不是问题 比方说 你讲的测试哎 你讲的事情哎 怎么没有普拉斯呢 普拉斯怎么怎么没参加呢 你不说合作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不可能从官方媒体上看到 普拉斯托肯跟谁合作啊 普拉斯托肯现在在官方媒体上已经是个坏人了 就是一个c差 知道了吗 某某步已经给定调子了 你就啊 乖乖的接受吧啊 你别指望着别人 把你低楼出来 低楼出来就要揍你 骂你 黑你的 你现在就是 不停就让你背这个锅了 你就乖乖的背着啊 就像你看那个谍战片啊 组织上让你当特务 你就是特务啊 知道了吗 让你当坏人 让你说你是叛徒 你就是叛徒啊 你不许 你还跑出来说你不是啊 一枪崩了你 你吃饱了成他不懂事的 你自己知道干啥事 组织内部也知道 但是外面不会告诉你的 不会傻到这样 到这时候说这个傻问题吧 第一啊 就是说你别指望 从官方媒体上啊 有对你有任何正面的啊 不说就算好的了 第二 事实上他需不需要参与这个测试 不需要 理由 你就参考一下支付宝微信就行了啊 你要知道大家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技术分工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 DCEP它是个币 你可以想它是一种车 而我们是个支付系统 就是一个高速公路系统 把他那个在试点地区小范围的测试完了 这什么车能跑了 直接就上路了啊 直接就上路了 明白吗 那汽车上造的所有的车 他他在没有出厂 没有正式投入商用支弹 是有测试的啊 在实验室也好 在实验场也好 一旦经过各种测试了 直接就上路了啊 还需要你这个路跑去跟他测试吗 你太自作多情 也太不了解自己是干嘛的 不是说不了解几经济量 你不了解大家各自是干嘛的啊 等于说是个白痴性的问题 你既不懂 BCP是啥 也不知道plus token是啥 也不知道他们的合作是哪方面的合作 啊 硬下把他扯在一起 还希望别人在官方媒体上报道 你是不是 哎 有些 有某种东西需要充值啊 你特别是这种人出现我的群里面啊 我觉得没有把你踢出去 深深的有愧啊 你是辜负了这这么长时间 你带着群里干嘛来了啊 我觉得有的群里面啊 熬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任何一堂课程啊 问一些这种白痴急的问题 情有可原啊 在我的群里面啊 我觉得你不发过红包的话 你至少自己最好悄悄的溜出去啊 别丢人 别出来丢人啊 还有今天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就把它说透啊 就说这个新华社引用了这个易钢啊 易钢是央行的行长啊 对这个dcp就讲这个有的用区块的技术 有的没用啊 有的什么地 什么的 这种含糊其次的 那么他究竟用没用 我告诉你 有实锤的资料 就是央行自己公布的啊 在二月份三月份 他申请了多少个专利 对不对 那些专利的都有目录的 对吧 有很多是跟钱包有关的 有很多是支付有关的 有的你从专利的名称上就知道 他用的是不是区块的技术就完事了 那么联盟链呢 他从来没讲过 但是你知道他所达到的效果 他也告诉你了 我这个叫松母河 啥叫松母河 跟银行账户绑定也不绑定 是吧 什么样情况下绑定 什么样情况下不绑定 他的 央行数字货币 理论上就是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 不需要开立银行账户 但是啊 他在大额的啊 就在级别上 安全认级别上 然后 什么叫双离线支付啊 什么碰一碰 告诉你啊 最后这个啥样子 他都能具体的告诉你 央行数字货币将来是啥样了之后 你可以倒推出他用了什么技术 比方说碰一碰 是吧 现有的能实现碰一碰的 那个技术叫NFC 对吧 现在华为的手机大部分都有NFC 对吧 你把那NFC那个 你找到设置里找到的NFC的选项 把它那个按钮推过去 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身份证拿到那手机下扫一扫 看有没有啥反应 把自己的银行卡扫一扫 有啥反应 这就叫碰一碰 有些话啊 人家不想说明白 但是我们啊 通过我们的学习专业技术 可以扎扎实实的就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用的什么技术 他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走向国际化 走向国际化 也跟大家掰扯过 怎么走向国际化 中国的 你不说中国银行传统的对外贸易的银行 对外结算银行 在世界180个国家都有分行的啊 那么其他的工农中建啊 也有分行的 他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渠道 如果是个传统的金融产品 用这些渠道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为什么 DCP不可能用这些渠道呢 这个姚博士也跟大家剖析过多次啊 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剖析过多次啊 说你要走国际化 是他最核心的诉求 必然要走国际化 必然要推广 必然到国际推广 怎么推 用什么样的渠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像有些人担心的 你中国的银行 你在我大英帝国 在我法兰西国 你推人民币 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对不对 首先你的跟人家政府沟通 沟通就是对等的 你要在我们国家推你的人民币 那我们在你那推你的英镑 推我的欧元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那么尤其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走不通的对不对 你 那么央行数字货币 我们讲的本质上是脱离银行的啊 我们国家是双层运行 银行只是第一道发行 哎 他把人民币压到央行 央行给你一比一的比例 把DCP给你各大商业银行了 然后商业银行就对最终用户了 这个一出去之后 跟银行就毫无关系了 那你银行这里边就没什么事啊 没你什么事了 那么也有这个 那这个还有没有这个跨国的监管问题呢 那你不能说你中国人就偷偷摸摸到我这来 就搞一堆CX大妈 哎呀 在我们国家去CX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你的央行 DCP了 他也不爽是不是啊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 对不对 我们经常看到 呃 各国央行 他有时候在一块磋商的啊 他这个 他现在各国都在出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 他在磋商着的啊 他在商量着的啊 会定规矩的啊 定规矩的啊 不管这个规矩 有没有操作性啊 但是至少他面子上啊 大家是你要到我这搞 我也到你这搞嘛 这个因为我们从技术上 央行数字货币也好啊 中国这DCP 外国那个CBDC什么 他都是只要一出来就由不得你银行了啊 他是自由流通的啊 现有的国界是限制不了他的啊 你的想在全世界流通 他也想 他也想啊 那最后谁录 谁取的份额大 这是公平竞争吗 竞争靠的是实力吗 最后靠的是你国家的综合实力啊 当然就跟我们做市场做销售一样啊 销售策略 对吧 销售我们讲销售讲四个P是吧 市场定位 市场策略啊 市场渠道 还有那个什么 啊价格等等 全方位的啊 路子水手 那就是需要每个人努力去奋斗的结果啊 我们讲很多事情 真正是事在人 在这时候就比拼的每个人努力了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啊 简单的分享这些信息啊 啊 我都很长时间没有强调一句话了啊 就是 叫什么啊 个人观点啊 个人观点啊 仅供参考啊 偏听偏信 后果自负啊 啊 这不是装逼啊 这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啊 我从来不觉得我说的是完全正确啊 一贯正确 那是不科学的 对不对 嗯 仅供参考啊 最后是祝大家愉快 谢谢 谢谢